各位观众 我身后就是位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独立宫 当地时间7月4号上午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4次会议在这里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 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 习近平在发言中高度评价哈萨克斯坦 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 为推动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 深化各领域合作 做出了积极努力和重要贡献 欢迎白俄罗斯首次作为成员国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习近平指出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世纪之交 当时冷战遗留的对立和割裂尚待弥合 本组织创始成员做出历史抉择 追求和平发展 致力于牧林友好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上海精神成为成员国 共同的价值遵循和行动方针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3年后 成员国增加到10个 上海合作组织大家庭 覆盖三大洲26个国家 伙伴越来越多 合作基础更加坚实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上海合作组织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对世界至关重要 面对冷战思维的现实威胁 我们要守住安全底线 坚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以对话和协作 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 以共赢思维 应对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 共建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的世界 面对小院高墙的现实风险 我们要维护发展权力 坚持普惠包容 联手推动科技创新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 激发地区经济内生动力 推动实现共同发展目标 面对干涉分化的现实挑战 我们要巩固团结力量 携手抵制外部干涉 坚定相互支持 照顾彼此关切 以和为贵处理内部分歧 聚同化意 破解合作难题 把本国前途命运 地区和平发展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强调 上海合作组织 之所以能够经受住 国际形势风云变换的考验 根源在于我们始终坚持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 平等互惠的合作之道 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包容互建的广泊胸怀 我们要坚守初心 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 守望相助 相互成就 共同把稳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方向 将本组织打造成为成员国实现 共同繁荣振兴的可靠依托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主持会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俄罗斯总统普京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 伊朗代理总统穆赫贝尔 和印度代表 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等参加 与会成员国领导人 积极评价上海合作组织 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表示将进一步加强贸易 交通 能源 金融 农业 数字经济 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 深化 教育 文化 旅游 青年等人文交流合作 领导人认为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及国际关系 正在经历重大演变 联合国应发挥中心协调作用 推动构建更具代表性 更加民主公正的多级世界体系 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应该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争端 反对单边制裁 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领导人同意 完善上和组织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机制 坚决打击三股势力 贩毒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支持国际社会为阿富汗实现和平发展 所做努力 支持基于两国方案 全面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阿斯塔纳宣言 批准上海合作组织 关于各国团结共促 世界公正和睦发展的倡议 关于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的建议 发表关于牧林互信和伙伴关系原则的声明 以及涉及能源、投资、信息安全等领域合作的一系列决议 会议正式批准白俄罗斯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决定由中国接任2024至2025年度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